City 和 Charles 聊天 好 繼續回來和City 和 Charles 聊天 剛才一開始的時候 我有一個問題想問 因為我印象中 TFI 一直是做視頻領先的一個公司 很多技術都是做直播 視頻很厲害 但為何突然會殺出一個 有一個項目是做blogchain 你們其實是籌備了多久 可以分享一點點嗎 還有去做blogchain的ARMS的時候 其實團隊大約有多少人 難不難請人 還有我猜現在很多大學的畢業生 都會明白和開始接觸到blogchain的重要性 你們請會考慮什麼條件 可不可以和他們簡單介紹一下 我首先介紹一下TFI Mike 你說得沒錯 TFI 一直都是一間 video focus 做video related technology 的公司 客戶有些是例如電視台 或是做一些比較需要用到 視頻做一個媒體的一些企業 所以TFI 傳統來說 就是做一些 technology platform 就是幫人搭建整個video 假設譬如有些OTT platform 給電視台用的 整個technology platform 譬如說一個technology platform 其實你一上 end user 會看到的 譬如前面apps smart tv apps 這些類 但也會有一些back-end system 譬如讓電視台控制 譬如視頻的內容 各種廣告系統 甚至如何去保護一個視頻的內容 譬如一些內容 他們的解像度越來越高 譬如4K 甚至HDR 譬如保護這些內容的安全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們會有譬如 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 這些技術 另外還會有譬如 Distribution 傳播 如何能夠確保一個系統的infrastructure 能夠容納到 譬如幾十萬人 幾百萬人 同時間去看一個live streaming 這個就是我的印象 TFI 沒錯 TFI的過去的expertise 就是搭建一些 比較大scale 大traffic的一些technology platform 明白 從而引申 亦都有些不同的silo 譬如像AI 因為我們搭建一些video consumption的系統 然後有各樣的behavior end user 譬如看一些視頻內容 他們的consumption behavior 他們的viewing behavior 背後可能我們也會用到 例如recommendation engine 這些也會使用到AI machine learning 所以其實也不是純粹只是做video 沒錯 而是做video的case 裡面因應個別的需要 有沒有視力到其他的技術 對 包括現在的人 殺了出來的blogchain Blogchain 其實我們過去兩年前已經開始研究了 OK 對了 剛剛在今年的4月1日 我們正式將一個blogchain的team spin-off為了一間獨立的公司 我們專注發展 專注要focus做這件事 沒錯 沒錯 你們既然是spin-off 一定會增聘人手 是 那我剛才其中一個問題就是 其實現在可能很多graduate 其實都知道 或者做了IT多年 都知道blogchain是不可以不配備的 其實你們難不難找blogchain的人才 還有香港多不多 在你們選人或者去請人的時候 又會考慮些什麼 其實現在香港 我覺得IT人才都比較短缺些 我們其實盡量都會見多些不同的人 我們有沒有經驗都可以看看 其實我們請人 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條件 其實就是看看 你有多喜歡電腦 對電腦有沒有熱性 會不會很喜歡去幫 去解決一些不同的問題 其實有這些特質的人 其實我們覺得很適合去加入我們這個團隊 即是本身都要有passion 這些東西 變得很快 沒錯 沒有passion 你自己不去study 未必追到 是的 明白 所以在人的那個方面 會不會真的有時候 香港業務真的不夠的時候 可能要去找out sourcing 或者是去到 譬如現在經常說的大灣區 會不會也會有那些部分 我們都會有在上高請人幫忙去做一部分 比較一些non core的事 non core的事 對 core都是香港我們自己做的 對 譬如我們講tfi group 是為例子 我們大概有80個 software engineer 所以我們可以依賴tfi比較強的開發團隊 對 譬如先解釋 因為我們tfi block chain 這個團隊是跟group 比較separate 但有需要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 提供tfi group 他們本身的開發團隊 甚至研發團隊的人員 我們tfi有一個專注做研發團隊 對 有五位博士 帶著大概15位 以個R&D的同事 我們也有跟一些大學他們合作 對 我們也投放很多資源做一些R&D 底層的R&D 假設可能有一些問題 我們內部的團隊解決不了 我們就會把一個問題去找大學跟他們合作 我們還有一些 譬如UICP University Industry Collaboration Project 譬如這個project的資金 一半由我們公司出 另一半由政府做matching 得到的研發成果 就是我們公司擁有 哦 真的做到官產學研 這個四方面的合作 是 因為其實大學真的重要 尤其是當你做最新的東西的時候 有很多時候 新的東西未必已經有現有的solution 我也想重複一點問 剛才不是說 一開始這個區塊鏈的平台 有幾個parties 中原我絕對理解它 是一個角色是什麼 是 然後tfi 你是做一個區塊鏈的engine 和系統 Microsoft在上高的角色 又會有什麼 我們用了Microsoft 雲端 Azure 去host 整個blockchain network 另外中原也有 他們的machine 在blockchain network上 所以其實都是放在雲 對 一些在雲 一些在雲 一些在data center 今次我們採用一個hybrid的設計 有data center 也有 Microsoft的雲端 也有 但是我們tfi的區塊鏈科技是cloud agnostic的 即我們可以容許各種不同的architecture design 假設全部是data center 全部是cloud 或者一半一半個人的hybrid的設計 我們都可以用到 都可以支援到 是 所以我們著重一個flexibility 和scalability 就是由我們這個design day one的時候 已經是target 給企業的應用 所以我們非常著重發展的方向 所以既然是這樣 所以我可以預期得到 今次這個就是industry 就是在reasset 或者是房地產的中介 可能是 接下來會有其他project 在其他行業那裡 都利用它同樣的好處 即是無紙化 自動化 即是減散很多不必要的一些 一些 data exchange 或者data exchange 都是可以做得到的 沒錯 甚至我們現在看看 中原地產這個平台 我們可能一開始的時候 只會和中原地產 即是地產代理有關 但這個交易去到後期的時候 亦都會有律師 甚至金融機構 不同的行業都已經開始加入這個平台 OK 其實尤其是律師 或者是 本身這行業都很多 就是物件等等 都是很高的potential 去應用 不過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今天都要傾著這麼多 很感謝兩位 就上來和我們分享 即是舉塊鏈的一些trends 希望你們這個project 是繼續成功 謝謝 謝謝 拜拜 拜拜